好,回到第二節的自由廣場桑普時間 歡迎大家收看中央廣播電台的語意節目 我是桑普,隔壁是樂冠聰 剛剛提到2020年你回來香港參與初選 即是初選籌備方面的事情 後來你在初選做之前,你又離開了 是否有什麼原因讓你離開呢? 我2023年回到香港,大概在一兩個月後就開始聽到國安法的消息 2020年 對不起,是2020年3月,剛剛回到香港 那段時間聽到國安法的消息 當時大家研判到我們這些背景的政治人物是走不掉的 如果在香港的話,一定會被國安法拘捕和入獄 那自己就會有一個掙扎 到底是留下來還是離開 最後還是選擇了離開 因為離開其實有更大的空間 在之後的時間去做自己的倡議工作 那回夢回頭 這件事有沒有跟你的戰友討論過 誰留誰去還是自我決定的 那當然他們是沒有辦法去參與這個討論 因為如果他們知道我這個決定 他們有可能是成為協助我的一方 所以在香港我是沒有辦法跟任何人去討論這件事 那所以 離開了之後 就繼續去做一些國際倡議工作 當時的研判就是 在香港的人已經沒有辦法長所欲言 有一些政治訴求他們沒有辦法說 那只是可以在海外的人去說 而這件事也是在之後的政治的發展當中應驗了 所以2020年在初選還沒有發生 籌備的過程當中 也都是在國安法落實前幾天 然後就離開了香港 去了英國 去英國之後 我想這個人生 我會覺得是回了一個新的一頁 轉到新的頁 我需要回到這一頁 例如看到和蓬佩奧的見面 也有看到耶魯大學的東亞研究所碩士課程畢業的 碩士母 這幾好 也有跟很多志同同學在一起聊天 也有跟肥鵬 肥鵬 也有見面 這個《香港日記》 這個可以看到中間的事 大家真的要看看這本書 有空買來看看 所以這本書裡面有很多插圖 那我過程中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在香港說的國際線 那國際線來說 當時我是2020年7月 離開香港來台灣 我當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你在英國做了很多事 也都是幫助到很多在英國 甚至美國國際線的打通 甚至於當年 我覺得很多同道都認為 因為你是最 做最多的事 當時很多的光環 會加在你的身上 面對這些事情 你會覺得 好像很沉重的一種奇許 在自己身上前後 但是你的人 是想走一條什麼道路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你是不是 現在未來的路 你會怎樣走下去 這條國際線 你會不會繼續走下去 還有在英國裡 你也有一個叫香港協會 Hong Kong Umbrella Community 辦了很多的國際電影節 文化節 Hong Kong March 你看到這個簽書會 放映會 協助建立一個香港社群 好像兩條不同的道路 一個香港社群 一個倡議工作 你這幾年都做得相當出色 未來你會覺得 應該要有什麼變化 或者要怎樣走下去 我對自己的奇許 當然就是希望 在一個不斷變化的 國際形勢 和香港社群的形勢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經常都說 Be Water 其實在我身上 都是一個處世的哲學 Be Water 就是 你水能夠在 因應不同的環境 變成不同的形態 從而是 更加好地適應這些變化 對我來說都是 就是 我成為一個學生領袖 在2014年 之後就 成立了一個政黨 之後就成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之後就成為一個政治犯 之後成為一個流亡的人士 過去十年的高低起跌 我自己來講 都要有很多的變化 才適應到不同的崗位 尤其是 離開了香港 成為一個 所謂的國際倡議者 有很多的技能 還有很多的 對於自己工作的範疇 是有很大的變化的 我已經不再需要 去率領一個遊行 去衝撞警方的防線 去做一些在香港 會做到在地的工作 但是變相就是 你可能要用英文去講 你唱義工作 要去會見一些國際的政治人物 要去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些社區的工作 營聚香港人的社群 去做一些可以延續到香港人的使命 和身份認同的工作 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一些新的嘗試 和新的崗位 都是因為時代的改變 而開放了這些崗位出來的 如果不是有19年 20年 不是有國安法 不是有那麼多的海外香港人 有那麼多人要離開香港 有很多的崗位和形勢 都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不斷適應的過程 這個開放這麼多的崗位 你去做 當然國際上 有很多次和大陸一起去做 這件事 我經常都看到 你在美國、英國做很多的倡議工作 例如說 美國要立了人權民主法 有香港自治法 甚至沒有行政命令 甚至沒有行政命令 跟著英國也都有有關的一些情況 好像去到某個位置 已經是做完了階段要的事情 正得下來的 譬如有些美國同道 也都會做一些 譬如要關停香港在那裡的經貿板 禁止李家超到訪三藩市 以前都做過這些 這些 這些是點狀的事情 但是你說在政策上的事情 可能去到這個位置 就涉及到美中關係 就是整個對中共的政策 是怎樣去改變的問題 你怎麼看呢 就是以後的政策倡議 是不是有些事情 是 可能 不是 重點 不是放在 就是 重點放在哪裡呢 是重點放在保護 在當地的香港社群 還是重點放在反對中共的地方上 而且 在這個政策創業之外 你想著你的人生未來的規劃 是想著打工 賺錢 讀書 做生意 還是想著繼續這個民主運動 其實 我覺得沒所謂 因為 每個人不可能給太多重擔給國客 但是你自己會怎樣看未來的情況 做國際倡議工作當然是很視乎 國際的政治氣候和大環境的轉變 譬如說 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其實最早是2015年提出的 經歷了很多事情 去到20年才能夠通過 就是因為 世界對於中國的研判是有很大的變化 還有香港的 當時的反送中運動是得到國際的關注 所以才有這些政治的動力 令到參眾兩院的議員會願意通過這條法案 而政治的氣候一定都是一個鐘擺 它是一個週期 我們會有一些很大的關注 但同時都會陷入一些低潮 我都會說過去的一段時間 可能過去一年都是一個低潮期 當然大家都繼續很關注中國的議題 但是很多實際上的政策上的焦點 都是放在加沙的戰事 或者是在烏克蘭的戰爭當中 而對於中國的議題 都是由香港慢慢轉去關注台灣 所以在大形勢上 當然是做的唱意工作 和香港社群可以施力的點是會少了 那你去做唱意工作 你在高潮期 你在低潮期 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和有不同的策略 可能現在很多朋友都會集中在做加多 做社工工作和文化工作 在身份認同和傳承的歷史當中 先去著力這一點 所以對我來說 沒有說任何一個是不好 或者沒有說必須要取捨的 其實整個社群這麼大 各自都可以有各自的策略 和各自的方向 但是我們都必須要理解到 一點就是 整個國際政治氣候 如何影響到我們自己做的唱意工作 我覺得這個對於中國的政策 或者對於中共的一個反撲 我想這一點是需要行穩致遠 有些人做一些比較保護性的工作 有些人做一些比較攻擊性的工作 我想兩樣東西都需要人做的 當然在這個大的框架之下 你是來到台灣 剛剛講過烏克蘭加沙 第三個就是台灣 那麼台灣 你覺得危險嗎 你怎麼看台灣這個地方呢 尤其是我現在這個地方住了四年 那你就今次來一段時間 你怎麼看台灣這個地方 還有你未來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台灣的議題 也很值得關注 那麼在這個地方 你在國際線上 你做的架構 是不是會比香港再高一級 就是說對於抗中保台 或者對於整個國際 如何反抗這個紅色中國 有一個更加高的看法呢 當然對自己來說 台灣路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一直都有 去講香港 去講中國 都有講台灣議題 但是 在這條路上面 都要自己多些學習 要多些增進自己的知識 才能夠有些好的看法 有些精癖的見解 而 現在我的身份 都是一個英國的難民 所以 我都是要 再留在英國一段時間 才能夠留到 國民的身份 是有個權力去選擇 去不同地方去居住 或者去工作 所以這個 會是未來 才要再思考的事情 但是 當然 會一直都想 繼續關注台灣 去講台灣議題 至於台灣危危險 我想 這個也是一個 一百萬的問題 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能夠回答 很多人都先給了 不同的時間線 比如說 在今年年底 美國大選之後 或者 2027年 甚至乎更遠的時間線 我想 這是一個 沒有任何人能夠 給到一個 圓滿答案的問題 但是能夠 有一個理解的框架就是 即是必然 這個跟中共本身 自己的政治動態 息息相關 到底習近平 會在什麼 條件和狀態之下 才會希望去做一些 比較侵略性的行為呢 我想做之前 我們會有什麼 線索可以看到呢 我也相信 整個台灣社會 對於不同形式的 一些中共的 策略 譬如說 一些資訊戰 假消息的傳播 或者是做一些 統戰 籠略的行為 都是 有更加多的討論 而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現代的戰役 並不是說 你開坦克進去 你的國家已經發生了 但是其實之前 已經有很多事情 會發生著 所以 關注台灣 當然大家 會著眼的想法 就是 什麼時候 解放軍系的軍機 會跨台 然後進入台灣的領土 但是 現實上 很多人關注的 已經是 有更加多不同的議題 就是台灣現在發生的事情 是 你會不會有機會 來台灣長期居立呢 這個 也是另一個 一百萬的問題 短期內 一定不會的 因為自己的難民身份 的問題 但是長期 都是一個 可以去想的事情 始終 台灣是一個 很好的地方 當然 每個人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一定是有一些 文化的適應 文化差距 我去到英國也是 我去到台灣也是 但是 這也是一個文化 比較接近 是一個亞洲的大城市 有好的基建 這些都是我會想 在台灣生活的原因 是的 我自己 2020年來台灣的時候 一方面 我當時已經在國民身份 我也都覺得 來這個地方 就是 我是繼續這一場 戰鬥 我繼續這場 戰鬥 因為 全世界 哪個地方 是風口浪尖 最能夠 跟中國共產黨 叫板 和和他戰鬥的 就是台灣 這是自由世界 和極權世界的邊緣 燈塔 所以我看回 這個地方 可能會比英國 加拿大 我自己心目中 會更加 像一個真正可以繼續 有意義的地方 戰鬥的地方 也都希望 保護台灣 其實是用香港的教訓 給台灣更多的一種 覺醒的機會 不要去到最後才做抗爭 為是隱瞞 尤其滲透方面 尤其要著重防島 以及在國防、民防、深防 也要加強 貫充 最後半分鐘 有什麼話跟大家說 都很感謝大家 一直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 以及對於我們 依然繼續做著 倡議工作的朋友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可以 把時間 買這一本 《時代推賽門前行》 也都可以感受到 香港人在海外的 心聲和他們的心目的歷程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這兩個星期的支持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